原标题,周海英谈叔叔周作人,说他卖国不是偶然的,他连母亲都不笑许多年前的一天, 我走进北京二十二号部长楼周海英的家,那天我们谈起了周作人,话题是我先提起的,我说你们老一辈的事已经过去了,那么作为鲁迅的后人,您是否和周作人的后人有来往呢? 周海英轻轻笑了一下,说很难,我曾想就祖父和祖母合葬的问题与他们联系,因为这是祖母生的愿望,坐着关节与周海英但周作人的儿女大多不在了,在一带也不大好联系,历史的伤痕太重了,没有办法,我曾试图努力,但失败了,刚解放时,我和母亲搬到北京, 我去八道湾看望二叔周作人,我就是想恢复关系,是川岛叔叔陪我一起去的,可是我敲开了门,宇信子出来了,我说我是周海英,宇信子轻了破口大骂,骂得非常难听,周作人连出没有出来,我只好走,展开全闻周先生,接着说,周作人这人非常自私, 他后来卖国不是偶然的,因为他对自己的母亲都不笑,这一点,甚至在在国民政府判他罪的时候,也算了一条, 兄弟失败后,周作人不叫母亲为母亲,而是卢老太太,鲁迅的母亲,我祖母有病,他也从来不去看,其实,鲁迅虽然挺憎恶这个弟弟,但实际上,仍很关心他,每在报章上发现他写的文章,都要认真看, 并且非常赞赏,认为他写的好,可是,周作人对鲁迅,却没有这样的感情,鲁迅失事后,给他拍电报,他反映冷漠,当祖母说,老二,我以后就靠你了,他竟然说,我苦哉我苦哉,祖母后来绝望地说,老二如此昏溃, 抗战期间,母亲徐广平无法给祖母寄钱,祖母没了生活来源,逼得朱安鲁迅前妻,要卖鲁迅手稿,周作人不管不问,徐广平后来写信给周作人,请他先拿出钱来,电上,千万不能卖鲁迅的手稿,一声声地叫他二先生求他,他这才同意, 谈到周作人便捷,周海英说,投敌之前,他家的门前,就挂了日本的国旗了,当时,还发生一件血淋淋的家庭死见事件,周峰三是三夫周见仁的幼子,和母亲方子一道寄居在八道湾,当时,他虽还是个中学生,却很有代国思想,他经常耳闻目睹二伯的所作所为,心是非常不赞成, 在周作人复逆倾向越来越明显时,周峰三多次劝说,请他悬拿了马,不要去当华北行属的什么大馆,但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,那时,周峰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,眼看劝书无效,最后竟想到,以此相见,那天也几个喝酒,周峰三拔出手枪,苦苦相见, 二伯不听,他就像自己开了枪,死在了周作人的面前,但周作人不为所动,还是投到了日本人的怀抱,解放后,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 他一口气写了近二百篇散文节集出,把鲁迅的顾家,鲁迅小书里的人物两书,他的用意,还用我多说吗? 这就是周作人,大连老张转自圣经关节博客,在此向关节老弟之会一声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